台中用女子出面來控訴 說在就讀國中的時候 遭到數學名師性侵 那麼時間長達四年之久 但是對此原本基金會相當不滿 認為在事件爆發之後 臺中市政府才設立真案 而且也沒停聘這名黃信教師 說是要擴大偵辦 但根本是打假球 對此市府則回應 第一時間就成立了 信憑申訴調查 也暫緩這名老師退休申請 全案積極調查當中 人本教育團體號召二十多人 在市府廣場前舉牌哭口號 指控臺中市府對自由班 兩師侵犯案是打假球行為 當時受害A小姐在十七號召開記者會 指控臺中某黃信導師 利用全市性侵長達四年 事件曝光後陸續在十九號 二十二號也有受害女生站出來 十天內就有三人 由於該名老師在二十五年間 除了擔任國中數學老師 還在外面開設百人的數學補習班 認為受害女生不止這些 不滿市府在事發一個禮拜後 才設立專案 師傅表示在今年四月第一時間 已經成立性貧申訴調查 八月二十四號成立狼師性侵專線 也主動在二十六號提高地監署 二十七號開始擴大普發調查 強調已經有積極作為 要找出更多受害者 記者 許凱迪 蔡敦瑩 台中報導 在厚著専 Instead Centre 為李卓人 據19 temptation 完全注意 是你 民視自己選項